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欢迎收看风水出任务 我是李星老师 今天李星老师 带各位来到新北市 一个秀华姐的住家 其实在李星老师 看过这么多的风水客户当中 当然大部分人 都是在想要求财 想要求事业 可是呢 也有少部分的族群呢 他们想求的是要求健康 甚至要求的是子女的姻缘 今天秀华姐要求的 就是希望李星老师 能够透过洋宅风水的规划 来帮助秀华姐 为自己家人的健康 还有儿女的姻缘 来达到一个加分的效果 所以各位朋友 如果说您 或者是您的亲朋好友 现在也面临到家人健康 或者是儿女姻缘的问题 赶紧记得帮助自己 把今天直播的内容 公开按赞按分享 同时开启小铃铛 分享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这样子 下一次风水出任务 在直播之前 你们就能在第一时间 收到直播的通知 好了 那现在呢 在镜头里面呢 各位你们可以看到 其实李星老师身后呢 是一个客厅 不用说也知道 这个客厅呢 它看起来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就是很一般家庭的客厅 但是 其实在客厅的另外一个角落 它是造成家里面人健康 还有家里面的人感情问题的 第一个元凶 在哪里呢 就在李星老师现在身后的这个位置 其实秀华姐的这个住家 非常特别 它的住家呢 是两户打成一户 那一般我们印象中 两户打成一户 是水平的打 左边跟右边打通成一户 秀华姐是上下打通 所以呢 秀华姐在后面 透过装修上面 多加了一个楼梯 可是就是因为这个楼梯 造成家里面人的健康 还有家人之间的感情的 第一个杀手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一般讲形上 以这个楼梯 往上下来 画一个直角过去 你们看像不像一个剪刀口 这个剪刀口 简单的讲剪刀剎 无非就是代表着意外 代表着健康 还有血光的危害 特别是这个位置又在客厅 一般一样在风水客厅 这家人聚集 交流感情的地方 各位朋友 你交流感情的地方 你带了这么大的一把刀 你说家人之间的感情 不受影响 那真的很困难 那么解决的方式是什么 当然 最自然的一个方式 律师老师会建议秀滑解 在接下来 如果说有考虑把整个电视柜 往前面移 移到哪一个方向呢 移到这一条线 移到这一条线 我们切齐 我们切齐 楼梯这一条 然后呢 我们把电视柜移来这边 移来这边之后呢 那我们电视这里 我们就用 不管是用人造墙 或者是说用木头 或者是柜子都好 我们把这个剪刀口给弥补起来 如此 简单生活美学的一种方式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剪刀剎的问题 给化解掉了 好 那刚刚李星老师有讲到过 以秀滑解架里面 它是两户打成一户 各位你们猜一下 以目前这一个客厅 你们认为 这一层 一层哦 一层有多少频数 李星老师给你们三秒钟 来 我们请小助手帮我们注意一下 有没有人回答李星老师的问题 好 三秒钟到了 好 来 李星老师跟各位说 这一层 10坪有50坪 实际频数有50坪 那两层楼是多少 两层楼总共有100坪 100坪是什么概念 来 李星老师很快的带各位看一下 50坪呢 你们刚刚看到的只是客厅 我们先来看到后面这里 延伸过去 还有一个房间 两个房间 我们再从客厅的另外一边 我们再延伸过去 来看的话 哇 这里是大门 它大门开的是中间 往后面延伸 这里又有餐厅 后面还有一个办公室 所以这一层楼有50坪 其实一点都不足以为奇 可是这就是接下来今天要讨论到一个非常重点中的重点 各位 以正常来说 一层楼50坪的房子 一家五口人住 刚刚好或者是甚至是说可能会有点过大 可是呢 当两层楼打通之后 一户变成了100坪 或者是说我们的权状上面 它登记的可能就是130坪 甚至是140坪 各位朋友 于现代人你要在新北地区买140坪的房子 只有五个人住 这个对于羊宅风水简单的四个字 叫做宅大人少 宅大人少 宅大人少直接第一个问题 人气不足 各位朋友你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羊宅风水讲求这是长风那气 我气一定要足够 气足够之后 家人之间感情才会好 我的收入才会正常 我的财富才会丰足 我的健康才会没有问题 我想要求姻缘 求桃花 求人气 才会顺风顺水 可是当我们宅过大 它的宅气不够的时候 这个房子就会让人气去来补宅气 老师再说一遍 宅大人少 宅会用人气去补宅气 当人气去填补了宅气之后 健康会走下坡 你的钱赚再多都会容易留不住 家人跟家人之间没有办法交心的对谈 最重要的子女如果要求桃花 永远都是谈花一现 我交得到男朋友 但是我交不朽 我交得到男朋友 但是交得都是渣男 就会容易遇到这个问题 所以在接下来 李星老师要带各位上二楼去看一看 到底什么叫做真正的 让你们感官视觉 冲击一下 什么叫做真正的宅大人少 在李星老师带各位上二楼之前 赶紧帮李星老师帮自己 把今天直播的内容 公开分享 按赞 开启通知小铃铛 分享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我们一起上二楼看一看 哎哟哇塞 庭院生生 盛影大哥下一句是什么 你知道吗 生极许 庭院生生 生极许 好的 来各位朋友 我一再讲宅大人少 我们今天 李星老师在看阳灾风水的时候 有一个步骤非常重要 李星老师一定会透过测距移 来测量实际的这个距离 因为李星老师会画平面图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来 这个宅到底有多大 那个我们可以请帮我把那个门链拉起来吗 不是啦 后面的门链 后面的门链 最后面那个房间的门链 呀呀呀呀呀 你看我们的小帮手 他是用跑步走过去的 好你们看哦 这个点 这个红色的点 就是测距移的点 通过这个测距移呢 我们可以测量的出来 这个宅的深度是18米 也就是18公分 各位朋友18公尺 各位朋友18公尺是什么概念 如果我们以一个楼层的高度 3公尺 18公尺就是6层楼高 你们可以想像你们的家里面 从尾巴走到前面要走6层楼 要走18公尺这么长吗 好重点来咯 因为他宅大而且宅又长 那其实以洋宅的基地而言的话 他构成的叫做长行屋 长行屋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哪边 在于彩光 所以哦 所以你看今天秀华姐 她希望我们帮她解决的一个问题 除了健康 除了儿女的姻缘 刚刚老师已经讲到宅大人少 已经会让人气去补宅去了 再加上她是长行屋 那就采光对于她面临到的这个问题 就是最直接最直接的一个影响 来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啊 李欣老师现在的位置是在这个 长行屋秀华姐家里面的正中心的位置 那我一再的讲 老师刚刚一再的说 宅大人少长行屋 那个人气不足 采光也不足 那采光不足 会造成什么样子一个影响 最直接的就是这样子 你们可以看到 在房子的正中间 当然除了这个房间里面有灯光出来之外 其实整个空间是暗的 空间是暗的 如果说我在打上这种灯光的话 各位你们觉得这个画面 是不是觉得有点熟悉呢 这个画面各位你们在出去旅游的时候 我相信一定很熟悉这个画面 像不像一间饭店 你们觉得像不像饭店 各位朋友 家里面人是需要情感交流的 可是如果说你这整个画面 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饭店 或者是说你感觉就像一个出租套房的话 你觉得家里面的人感情会好吗 不会 绝对不会 而且感情一定是冷冰冰 那你想要求财求官求桃花 那更加是困难 所以第一个解决的方式 各位朋友 长行屋也许在台北市地区 或者是北部地区比较少见 可是如果说是在中部 南部甚至是东部花莲地区的话 这种屋子非常常见 所以如果说各位朋友 你们在家里面也是遇到这种长行屋的话 第一个要解决的一定是采光 那再接下来 李星老师会逐步带各位去看 女儿的房子 女儿的房间 两个女儿的房间 然后还有儿子的房间 包括楼下的主卧房 其实各位朋友 你们一进去就可以发现 这个长行屋它对采光 真的有非常大的一个杀伤力 好所以如果说 就中间这一块 李星老师会建议 我们不妨把灯光换成暖光 暖光它 暖光我们单纯就物理学 它的波长而言的话 它具有温度 而且它的能量非常的强 再来暖光就视觉上 色彩学上面 它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 宅大人少我人不够 人气不能补宅气 那我们就透过光线来补足 这也是为什么 李星老师从第一集直播 一直到现在 我们五个月了 四个多月了 李星老师不断的在强调 光线光源的重要性 所以只要我们把这整个走到 我们改成暖色光源的话 或者说我们可以在两旁 多加了壁灯 因为你们看他们都有挂画 对不对 这么长的一面墙 我们如果多多利用光 还有画来点缀的话 其实整个宅气 就透过这种自然生活美学的方式 就被补齐了 好了 那再接下来 秀华姐希望我们加强她女儿 还有儿子的桃花 两个女儿 一个八十年次 一个八十二年次 讲真的也 老大不小了 可是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遇到正桃花 那以儿子大哥而言的话 七十七年次 算下来 也应该是要成家立业了 那当然工作还算是稳定 可是桃花 同样的一个家里面 三个小孩的桃花 其实因缘都很弱 那有什么问题呢 洋宅风水一定会有问题 因为李星老师已经看到了 等一下会带各位看 但是在李星老师讲这个洋宅风水的问题 跟解决方法之前 李星老师必须要先给各位朋友一个非常诚挚的建议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帮孩子 我们要求文昌 求课业 求桃花 求姻缘 当然求 我们每个人都要求 人都有求的权利 跟机会 但是凡事呢 我们也要反租自己 反租自己是什么意思 身为父母的 你们对于孩子的 我们讲说 一个教育 或者说给孩子的一种管理的一种方式 你到底能不能够让孩子自己独立成长 能不能够让孩子自己走出去 其实这也是造就孩子的课业 工作 桃花 因缘 能不能够透过洋宅风水得到加分 非常重点的一个原因 简单的说 李星老师风水做得再好 但是如果说 身为家长的您 您对于孩子 还是处于一种过度的保护跟关爱 你没有让他受过一些社会的历练 或者是挫折 其实这个风水 对于孩子的姻缘 桃花 工作 其实帮助是有限的 好 这种废话不多说 我们一起来看 来 其实进入这个房间 各位可以很明显的发现一件事情 老师刚刚有讲过了 宅大人少长行屋 光线一定不足 所以呢 在李星老师身后的这个房间 明显的采光不够 好 那打开 当然打开这个灯了之后呢 采光明显的足够了 那各位 你们可以很简单的看一下 这是两个女人睡的房间 其实房间 格局非常的方正 非常的方正 它没有任何的压梁 那你说梳妆台的位置也没有问题 而且呢 其实该有的地方全部都有 那这样子的 如此一个格局方正的房间 那为什么桃花一直找不到 找不好呢 我们在求桃花 你们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很多杂物 应该是说很多衣服堆在这边 对不对 齁 其实齁 任何好的一个位置 不管是柴位 文昌位 还有接下来我们要求的 因缘的桃花位 都必须最基本的三个条件 我相信如果每集都有在看 看风水出任务的呢 都已经会背了 要保持干净整洁明亮 可是偏偏大姐的桃花位 它堆了非常非常多的杂物 而且这些衣服齁 我相信应该不是刚洗完的衣服 只要不是刚洗完的衣服 其实身上多少都会有点负能量 或是多少都会有点晦气嘛 那你这个晦气 你不管是透过这个气的散发 或是气味的散发 其实你这个桃花位 即便你招来的也是烂桃花 也是烂桃花 所以李星老师会建议 就是说 在这个桃花位的位置 我们赶紧把它整理干净 整理干净之后呢 我们点上桃花灯 好的位置要保持干净整洁明亮 我整理干净之后 干净整洁没问题 明亮呢 因为本身这个房间采光就不足 非常的可惜 那我们只能透过后天的人造光 我们去来做加强 那桃花灯的话 因为桃花灯当然无非就是 它是属于红色系 或者是紫色系 那我们只要在这桃花位 点上桃花灯 其实就能够帮助大姐 她个人的桃花位 做到非常有效的一个提升 好 我们看完了这个两个女生的房间之后 那在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开箱 来揭晓一下 儿子的房间是怎么样的情况 好 好那当然 就是毕竟映入也年的 老师还是在说长情屋就是真的 很可惜 晦气 晦气 煞气 甚至是臭气 他们都会有一个闭光性 都会往比较暗的地方来聚集 那你如果你整个房间里面 都是不好的气的话 其实你健康 或是你要求人员 求桃花都会比较困难 以房子 以弟弟的房间而言的话 来我们很快的来绕过一遍 好 你们有没有发现 李鑫老师再次强调 弟弟的房间 所以这会是一个男人的房间 男人要求桃花 在线上的各位女性同胞们 你们要找一个男朋友 或是要找另外一半 你们会希望你们的另外一半 是一个可靠 而且非常男人 有肩膀有责任感的呢 还是你们会希望找一个非常阴柔 什么事情没组件 什么事情都说你说就好 我随便我都可以 我相信都会比较倾向前者 可是如果说你一个男生的房间 我们首先来看 第一个在李鑫老师 右后方 这里有一个梳妆台 梳妆台上面呢 有非常多的化妆品 而且这些化妆品 看起来还可能都是名 这是名牌吗 Dr. Sigrid 不是 不是名牌 李鑫老师对化妆品不是很了解 好 但是重点李鑫老师 不是要置入化妆品 好吗 重点李鑫老师是说 一个男生的房间再怎么样 你再怎么样 喜欢这种清新的感觉 你也要至少要保持一种阳刚的气氛 或者是说 男生的房间不能够太过于女性化 当然李鑫老师必须说 现在是一个很民主很自由的社会 你的房间你想要怎么样去布置 那是你的自由 但今天如果说回归到风水层面来讲 男人的房间就是应该要有一些阳刚的气氛 所以李鑫老师会建议 这里 不是说不能放化妆台 而是这些化妆品 我们必须要利用收纳盒 我去把它收纳起来 我这里可以放 但是我不要眼睛就看见 而且不要这样散乱的放在桌面上 毕竟以梳妆台只要放在房间 它就有它的功能性在 我们绝对不要忽略它 第二点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整张床 李鑫老师再次说 每个人有每个人生活习惯 也许这个大哥觉得他这种样子 他觉得我过得很舒服 过得很开心 李鑫老师尊重 我绝对尊重 但是今天我们的任务 是要帮助大哥 你要求桃花 那李鑫老师就说一次 大哥你的床 还有各位朋友的床 你们一定要想办法保持干净 还有整洁 好再来另外一个重点是什么呢 来各位朋友 你们可以看到 其实大哥也知道 我年纪到了 我应该要求桃花 要求姻缘了 所以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大哥他也希望有桃花 为什么 因为你看他的床头摆了什么呢 这是什么 这看上去很像是一个 像是比翼鸟吗 好OK 反正它是一个姻缘的象征 为什么 因为他两只鸟 他是相当于一个爱心的形状 而且爱心的中间 还有一个爱心型的粉金 好 我相信 因为现在资讯都非常的充足 那大部分的人想要求桃花 都会习惯在床头上摆上一些求桃花的摆件 不管是粉金啦 或者是其他的啦都OK 那可是李鑫老师必须说 以羊宅风水你要布局 要达到最大的能量 你要在对的位置摆上正确的五行风水物 那以哥哥而言的话 其实他真正应该要摆的地方是正西方 正西方的位置 其实就是在刚刚李鑫老师 左手边的位置 所以呢 他摆那个桃花的摆件 有没有像 帮助10% 很可惜 如果只要把这个桃花的这个摆件后 我们去放到正确的正西方 再通过李鑫老师的这个开光启动的话 它的效果会达到最大 好 来 那再接下来 我们解决了儿女的这个桃花姻缘问题之后 再接下来就是 我觉得才是对于这个家最重要的一个 一个关键点 因为秀华姐自从搬进来的之后 包括秀华姐和秀华姐的先生 这个健康的状况一直慢慢慢慢的在走下坡 那在这个走下坡 那其实她的一个问题在什么地方 当然跟她开的大门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因为其实秀华姐家里面 以她的坐向而言 她是坐北朝南 她是坐北朝南 那以坐北朝南的房子 其实她的病符位在哪里呢 病符位在西北方 偏偏 秀华姐家里面开的就是病符门 好 除了大门之外 其实 其实会造成秀华姐跟先生 两者之间健康状况一再走下坡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在秀华姐的卧房 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来 好 所以呢映入各位眼帘在这个背景 在这个背景的部分其实 李星老师在说 宅大人少常行屋 采光绝对有问题 采光有问题 人气留不住 人气留不住 你的财气宅气 健康运一定会受到影响 所以秀华姐而言的话 她这整个房间 其实最需要改善的就是 采光还有通风的问题 那采光和通风的问题 李星老师就会建议采华姐 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再把这个灯 把这个灯的部分 我们把它加量改成暖光灯 暖光灯 那同样那以健康而言 以健康而言的话 如果我们要求健康 我们可以在阳宅风水的天一方 天上的天 医生的一 天一方 我们去摆放一些 比方说我们可以点灯 点黄色的灯 或者是说我们可以摆上富贵竹 或者是文昌竹 文昌竹除了可以加强文昌位之外 还可以用来求健康 竹子本身也是长寿的一个象征 那以天一方在哪里 这个房间的天一方 就在李星老师 左手边这个位置 画圈圈的这个位置 所以李星老师会建议 如果我们要摆放一个天一阵的话 秀华姐她可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点上一盏灯 点上一盏灯之后呢 那最后呢 我们再放上去富贵竹 或者是文昌竹 文昌竹摆几根 摆九根 不一样啰 同样是文昌竹 我要求文昌 我摆四的倍数 四根八根十二根都可以 但是我要求长寿 想要求健康 在天一方摆上九根文昌竹 是昌竹 这样子就可以帮助秀华姐 还有她的先生 在整个的健康方面 有所加分 好了 来各位朋友 今天李星老师 带各位参观的秀华姐的住家 李星老师再一次总结一遍 宅大人少常行屋 人气会容易不足 人气不足注意 人气就会被宅气给拿去做地补 当人气拿去补了宅气之后 你的财富 你的工作 你的姻缘 你的健康 就会因此而走下坡 即便 我们透过阳灾风水布局的话 也会容易事被公办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我们可以通过风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灯光 我们先透过灯光的方式 我们来做补强 来做补强 那当然啦 如果说各位朋友 你们自己本身 本身在这个经济 或者预算上面允许的话 其实 最根本的一个解决方式 我们可以把整个格局 我们做一些修整 我们把整个宅 宅大的部分 我们做一些填补 做一些填补 也就是说我们尽量让我们的家人 聚集在这一个地方 聚集在这一个地方 那如此我们就能够弥补 宅大 人少 人气不足的情况 好的 来 那么我们今天 线上有朋友 有问问题吗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回答线上 朋友的一个问题 他说 整个房子都很暗 Yeah 文昌族白酒跟 好 好 那是天鹅 OK 好 OK 来 那么今天 哇我们今天现在很开心 邀请到了我们秀华姐 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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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动了秀华姐 秀华姐本身 很 他比较低调 他本来不想要露脸的 在今天刚来的时候 那 秀华姐她觉得 但是她也觉得很感恩 因为毕竟 你说 家人的健康问题 然后包括儿 儿女的这个姻缘的问题 一直困扰她 那其实今天 给 给秀华姐 包括秀华姐的先生 一些风水上的 阳宅风水规划的建议之后呢 那我相信 对于秀华姐 家人的健康 还有儿女的姻缘问题 绝对会有很大的改善 好 谢华姐 谢谢老师 秀华姐 这个搬进来多久了 这里喔 住了三十年了 住了三十年了 哎呀 这真的可惜了 三十年前李星老师 OK 什么 秀华姐 说我这房子有没有穿堂萨 秀华姐问有没有穿堂萨 是不是 好的来 李星老师先说 穿堂萨 其实我们讲穿堂萨要指的是 我一开门 就看到我的落地窗 或者我一开门 我就看到对面的窗户 这才有构成穿堂萨 那以秀华姐而已的话 因为她的门 来我给线上帮秀华姐解惑 因为她的门是开在这边 所以一进门的话呢 其实看到这面墙 那其实这样子就不构成所谓的穿堂萨 那但是秀华姐可能会担心就是说 因为毕竟房间在对面 房间在对面这边 所以秀华姐自己本身呢 她在这里做了一个 她算是相当于屏风一个柜子的装置 所以呢其实只要这样装的话 就不构成所谓的穿堂萨 秀华姐可以放心 然后那当然啦就是秀华姐在房间里面 她也相当用心喔 各位朋友你们刚可以注意到 其实房间都有加装一些厚重的窗帘 或者是秀华姐都有把窗户 改成雾面的玻璃 当然这样子对于化解穿堂萨非常有效 但是问题就是说 你说跟房间的采光 跟穿堂萨比较起来的话 李欣老师会建议各位房间的采光 绝对不能够牺牲 特别是灾大人少的长行屋 好今天非常谢谢秀华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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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各位朋友 谢谢 谢谢 好各位朋友今天风水书任务 我们任务 谢谢秀华姐很客气嘞 好今天风水书任务 我们任务圆满成功 各位朋友如果说你也希望李欣老师 到你们家帮你们做风水规划跟鉴定的话 记得在今天直播之后呢 跟我们的小编思绪联系 那当然李欣老师在美籍的风水书任务 都会带各位到全台湾的各地 当然今年因为行程都排满了 所以主要还是集中在新竹以北 但是明年我们会积极的跟公司来争取 我们要去照顾中南部的朋友 那你说好不好啊 OK 好 风水书任务 我们下个星期二 两点钟同一时间线上再见 拜拜